十比较小的是吧 你根据这个你也可以说这个 这不一定是二分之一的 但是如果是一万个十万个的话 你就他必须要收敛到二分之一 情报考试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要求吗 跟其中一样一样是不可能啊 第一呢我们可能会再来一些什么四选一啊 什么的或者别的什么形式的题的是吧 然后你们要有什么好的题目也可以给我们说啊 当然这个你们可以看我的博客 然后也许这个因为你看这个 我肯定知道题嘛是吧 这人呢这个你说某个人他知道一个秘密的时候 他总想说出来是吧 当然这也疯人的 有的人呢他知道一个秘密之后 他总怕这个泄密 于是呢他说的呢就是 肯定是跟这个反的说的 比方说是这个他他他怕这个题泄出去 他就只要不考的他就使劲给你讲呢 说讲到这个天花乱坠的 只要是考的他就这次不提了 这这疯人的你们需要研究我是什么类型的人呢 还有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就是我的个人的见解呢就是说你始终去思考 对吧你永远在想说这事他到底为什么呢 对吧然后你别处 这个开始学同渊为什么处呢就是因为他的词汇太多了 然后一堆的然后呢一堆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都是我们看的时候呢觉得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我们就在这个语境里头 然后你们看的时候呢有些东西呢不在这个语境里头 然后呢你就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但是这个别怕你这个折腾过几回就行了 然后 这已经开始落了 刚才那我讲的是FS卡这个事情说到这个N0 你们想起这个N0是哪个学习的 通信电子电路是吧 通信电子电路里头学过一个概念 叫造声系数的 有一回看见一个什么公司写的一个什么宣传册 上头写一个造声图的 哎呦这是我一看这玩意儿我就真恶心啊呢 我们这个专业术语它非要这个翻成造声图的 造声系数啊 这不是图啊这是系数啊 这个通信电子电路学过造声系数是吧 它那块弹弄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热造生长 然后你的这个电子元器件里头 你呢你这个元器件里头不有电子吗是吧 电子它平常在干嘛 热运动是吧 那就是说如果要是没有热的话呢 它就不运动啊是吧 所以就是说由于它有热它在这运动 它一运动它就会形成一个随机的电流 这个学过吧 比方说举一个例子来说 电子在这里头乱跑 我中间画一条界线 我问你上面的电子多还是下面的电子多 随机的是吧 既然是随机的就说明怎么着 有一个电动式是吧 电子的数量不一样多吗 对吧 只要是有一个电动式 那我一闭合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个电流 这就是这个热噪声的来源的 只要如果你把它动在绝对零度 它就没有了 因此呢在有一些有条件的单位啊 他们曾经干过什么事情呢 把这个接收机的那个放大器冷冻 什么对单位会干这事呢 手机肯定不会干这事 就是航天啊 什么卫星啊 这种对吧 它会干这事 第一呢 它这个觉得这个成本啊 这些东西无所谓 第二呢 它的通信距离比较远的 这个噪声这个事比较要紧 对吧 比如说你从那个 知道那个好奇号吧 知道吗 不是美国人发一个东西的 到火星上去探测火星的那个 你想它从那么老远 把这信号传过来 这个信号就非常的微弱的 然后呢 你信号弱本身没什么问题 你总是可以用放大器给它放大 是吧 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跟这个背景造成祸在一起 是吧 所以这是个问题的 比方说我们通信 如果说是你在电路板上从这个 比方说你电脑或者说从EU盘连到电脑 这种传输呢 我们觉得这没什么要紧哨的 所以都觉得不是一个太要紧的问题 在通信理论里头呢 基本上不占有一种地位的 那唯一的是说如果你这个连接有个一两公里的时候 说这个稍微是个哨 这哨呢在我们的课里头体现为什么 我有一个设备 比方说你有一个路由器是吧 另外有一台电脑 或者另外一个路由器 它们相距一公里 你要把它连起来 这当中涉及的本课的知识是什么 还有你的网卡上插着一根网线是吧 那个网线呢叫以太网对吧 不是心道衰紧的 然后呢你们学过第五章学过一节叫线路马行 对吧 记得吧 什么IMI码 HDB3码 对吧 当你这儿有一个交换机 这儿有一个交换机 这个你用 你如果说距离很近 比方说这两个东西呢 都在一块电路板上 你这个铜线连过去就一点事没有了 然后呢 如果离得比较远的时候 这个噪声倒不是问题 有别的问题的 第一个问题要隔直流 因为在电路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你们也学过电子电路嘛 交流偶尔肯定是最省上的一个事情 对吧 所以我希望这个接口这个地方呢 最好是交流偶尔的 交流偶尔呢 也有安全性的问题的 也比较安全 你外壳怎么短路 也至少是严重程度要弱一些 对吧 所以你这个地方呢 输入端有一个格直流的东西 就是说 比方说电容 或者电感 或者别的东西 无论是电容还是电感 它在物理上等于是不接住的 对吧 电容是两个那个片吧 是吧 电感是两组线圈的 它物理不接住的 然后呢 这个但是这种东西呢 低频的东西 它过不去的 你原来设计的 原来NRZ码这些东西 它是不好使用的 于是呢 我就设计的时候 我就希望你给我造一个信号 说它能够格直流 是吧 于是呢 只要你提出这要求 这个我们给你设计一个 这个没问题了 是吧 我IMI码就出牢了 如果现在假设让你设计一个这样的信号 除去IMI码的话 你会怎么想的 怎么会想到这么 比如说IMI它怎么会想到这么交替反转 它就能格直流呢 为什么 负利液变换里头有一个性质 如果有一个信号的面积为零的话呢 它的频谱是什么样的 你看这个SF 负利液变换是吧 你看这个S0 是什么 不就是它的面积吗 是吧 所以如果这个面积为零的话 这个频谱 这个在零这个地方肯定是个零 那么由于这种连续性的感觉 你肯定认为这个频谱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对附近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你的设计原则就是想办法让它的面积为零 急性交替反转 那肯定是面积为零嘛 对吧 我前面只要有一个证的 我后面马上就是个负的了 这总结下来肯定是面积是零的 所以这就是 你看 它这个设计原则 直接就包含着这个复式变换的这个道理了 是吧 然后是IMI码呢 是干了一个这少的 然后接下来你们还需要这个HDB3码 对吧 它为什么要整理这事儿了 那我那个IMI码为什么就不能提时中央呢 为什么一长串就提不了了 对 它就是这种上升下降呢 含着这个信息 比方我刚才说的 我这样比方说给他这个传这个东西是吧 或者比方说是不是这样 楼下 我给楼下的一个人传信息的 我楼上有个电源开关在我这 我这一拉灯是吧 这个灯亮或者灯灭 这也是OK对吧 然后呢 他就在这儿记 灯亮一 灯灭零 然后约好一秒钟一个 这样他就这么记 但是呢 有个麻烦是 如果我连续遇到一千个零的 他就记一会之后 他脑子里就开始糊涂了 我到底是999个呢 还是1000个对吧 但是如果他只要看见这个灯灭灯亮的这个信息的话 他对着这表一看 我如果我的零秒的开始 跟他的零秒开始不一样 我马上把我的表调一下了 这就能同步 所以呢 HDP3呢 他就是为了解决这事情呢 他就把四连零给一换 是吧 他整合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呢 都不涉及噪声 涉及噪声呢 他主要是就是无线 或者远距离通信的这种情况 是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考虑到这个噪声 然后我们注意到呢 这说这个物码率 它是EB00的函数 对吧 它是这个 RFS看嘛 是吧 我们刚学的这个东西了 而我传输这个信息呢 对这个物码率是有一定要求的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传输的话音 都是数字化的语音 是吧 比方说你这个 你在这个一段录音 在你的电脑里头 肯定是个二进制文件 你把这个东西呢 传出去之后 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公式来看的话 你要让物码率为零 这个代价也非常的高 对吧 其实这个东西的 它不可能是零 它可以是无穷 但这个代价太高 仔细一想的话 这个传这个话音 也许我们可能不一定要 这个物码率非得是零的 其实你就想一想吧 这个你在那儿打电话 是吧 如果说是有一秒钟 你这个对方没听见都没事了 是吧 说有物码怕什么 是吧 当然你也不能说物码的物的一塌糊涂的 全物码 那肯定也不行 所以呢 我就要定一个质量标准 这个呢 有专门的人呢 在研究这些事儿的 是吧 就是说我这个 我这个传输质量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跟这个物码率是怎么对应的 在以前设计电话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标准呢 是一乘十的负三 就是说我如果要传这个电话的话呢 我希望这个物码率是达到这个标准的 好 然后在设计通信的这边呢 就是说 我现在等于知道这个值 是吧 然后呢 反过来 这个这个函数嘛 是吧 函数的这个字边量可以求出来 于是就可以求出 EB比N0 等于多少多少 N0呢 是你那个接收剂的造成系数的 是吧 根据那些东西可以换算出来的 然后呢 这N0就知道了 然后呢 就算出这个EB 我这个每一个比特的能量 到你接收端应该是多少 然后我再算 发射机离我接收机有多远 发射功率是多少 天线是什么 这样我就可以算出来 我就心中有谱说 我这个发射机到多远的地方 我能保证质量 对吧 你们当中的有不少的毕业生呢 将来可能要做一个 这样的工程师性质的工作 就是叫网络的部署的 或者优化 然后我们在这个北京啊 或者很多地方 马上不是要上那个4G的网络吗 是吧 然后我在哪步基站 这个基站的功率应该是多少 天线应该怎么步 这些东西最终围绕的 都是这个通信质量 是吧 然后呢 因为你学过这些东西 你是这个专业的 于是你就知道 这事要该怎么操作了 而我们通信原理呢 就是说给出这个关系 说你这个物码率呢 跟这个是什么关系的 然后你去设计 你的无线连路的时候呢 你去设计这个就少 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关心这个事情的 在这个我们现在呢 讲了两个调制 是吧 OOCAT和RFSCAT 在早期的这个无线通信当中呢 用的最多的是这个 无线通信呢 在往前发展的时候呢 也是沿着这个思路过来的 你们很多人的手机 可能是GSM的手机 是吧 他呢 要把这个数字的信号呢 调制出去的 调制出去 他也要一个数字调制 也就是我们第六章 要讲的一个东西的 他用的调制方式呢 叫GMSCAT 这个我们到时候 不会仔细的讲这个事的 但是呢 他属于一个调制的 这就是你的那个GSM手机 所用的调制方式 他属于哪个系列呢 他是由这个东西演化而来的的 他实际上也是一个FSCAT 他从这演化过来的的 我们这个无线通信早期呢 为什么主要用这个 不用这个呢 你们想一想 那为什么呢 你看这俩的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物码率 是公式完全一样 是吧 也就是说 如果我花费的比特能量 一样多的话呢 他们的性能是一样的 带宽谁款 带宽肯定是RFS带宽 在无线通信当中 这个带宽呢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紧缺的资源 在欧洲这个平谷是在拍卖的的 据说每一赫兹的这个平淡的价格比多少的黄金还要贵的 带宽呢 带宽呢 非常的吃紧 因此我们肯定是要看着说 这个 如果你 这个 用往某个带宽之后 我们要追求这个平谱利用率 是吧 RFS卡和欧欧卡 他们的带宽谁宽 RFS卡是吧 因为它是要占两个频率嘛 是吧 那么它带宽宽 但是它并没有像调频那样取得那个效果 调频呢 带宽宽 但是这个质量好 对吧 这个是说我们为要质量 我舍得用这个带宽宽 但RFS卡呢 没有那个好处 为什么它还要用这个而不用OK 接收为什么便宜呢 错啊 你看我们刚才说 我刚才画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这样的一个接收机 这是个积分 这是个积分 如果是OO卡的话 它只要一半就行了 对吧 这个 我这个RFS卡用了两路 你性能跟我一样 你的硬件要比较多一倍 没有直流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完全是两个问题的 我刚才说的那个线路码型指的是什么呢 两个设备之间要用电缆连起来的 它是不需要调制的 它是个基带传输的 我们这是一个要调制上去的 只要是调制上去的 它本身就是带通信号 带通信号 那自然没有直流 所以这肯定不是一个事情的 跟你说的这个没有直流 有点关联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的判决蒙线 我这个判决蒙线是零 然后呢 你那个偶偶看的这个判决蒙线呢 它不是零 它是要是那个幅度的一半 是吧 那这事儿有什么问题吗 你就想象你这个手机 比方说我是鸡蛋 我在这发射了 你们都是手机 你收到的那个信号的强弱 不同的人收到的不一样大 是吧 有的离得远 有的离得近 这意味着什么呢 你那个蒙线是不一样大的了 然后呢 你这个手机呢 还意味着你手机必须要知道这个蒙线了 你要不知道这幅画 是吧 那就说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了 FS开的时候 我不用知道我这个离手机的远近了 手机离基带的远近 对吧 因为我门线是零 然后呢 在FS开里头呢 就是OO开里头呢 我需要知道接收信号的这个强度了 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办不到 而说我如果要做一套这样的测量装置 这这事儿就比较麻烦了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事情了 尤其在移动通信里头 这个信号呢 在经常变化了 是吧 然后他在那打手机 打的时候还手舞足蹈了 是吧 一会儿又冬下去弄一个什么 一会儿又拐一拐弯出门 这信号变化很快 你要实时的去测量 这个比较难 所以早期的移动通信呢 他强烈的希望 非相干 当然非相干还不是这个意思啊 学过相干解条 是吧 也学过非相干解条 是吧 什么叫非相干解条 包罗检测是非相干解条的一个例子的 但不是非相干解条的定义 是不需要提取载波 我接收端呢 不用知道这个载波的相位是什么 比方说你看我 咱俩 我这么给你传这个答案 是吧 你只要知道有光无光就行 你不需要知道说这个光的相位是多少 对吧 然后包括这个频率也是的 你也是不需要知道这个相位 所以这两个方式呢 都能支持非相干解条 然后呢 但奥奥开呢 需要知道幅度 他连幅度都不需要知道 这个非相干解条 又为什么好呢 我为什么要 喜欢非相干解条呢 这个原因也是那个提取载波 这少比较麻烦 是吧 我们嫌这少麻烦 所以就说 这个算了吧 在DSIM解条的时候 你们学过这个事情是吧 那个性能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是吧 只能说是近似一样 这个在IM那个情况下 是近似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 它的 这个就差别就比较大一下了 IM那块为什么近似一样呢 还记得那个近似一样的条件是什么吗 敌散大载波是IM本身的定义了 没有那个东西 你就根本没法做暴露点波 是吧 是大性造笔条件下 你看我们推那个IM的新造笔和那个FM新造笔的时候 我们假设大性造笔 是吧 为什么要做这个假设呢 我们 因为那两个东西 其实想的就是收音机 就是收音机能用的那个场合 它新造笔不会太差 如果那个新造笔很差的那个场合下 反正收音机也不能用 那个研究它也没异样 是吧 那是个大新造笔的场合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如果要是小新造笔场合 那就不一样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OOCAT 它发送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零 你发送这个的时候 你可以认为它是个大新造笔的时候 但发送这个的时候 绝对是个低新造笔 它没信号嘛 所以对它来说 非相干解条的性能 损失要多一些 但是呢 在移动通信当中 我要去做一个载波提取 我要做一些心道估计 这些东西是能做 但是总是这事太啰嗦了 然后我们就希望简化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就希望弄这个 非相干的了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还希望一个叫横包落 横包落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那个OOCAT这个这个信号呢 它倒含也行啊 它就是这个幅度呢 是一会儿有一会儿能 是吧 2FS看呢 它实际上是两个频率 它的幅度持续是不变的 跟调频一样 另外我们有些调制方式 就是说在我们第六章后面 要讲的一些调制 这些调制呢 现在是现在的3G和4G用的那些调制 它们的特点是 它的幅度有起伏的了 幅度有起伏 有个什么问题呢 有这么一个问题的 比方说你的手机 是吧 你手机的时候 你是手机的设计者 你会关心什么事情呢 物码率肯定是一个 是吧 平普利用率是一个 别的呢 手机的尺寸 对吧 这肯定也是一个 对吧 还有什么 功耗 手机的待机时间 这可是对各个厂家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对吧 你怎么去努力增强它的待机时间呢 电池方面下功夫 这是一个 对吧 电路方面下功夫 所有的元器件 尽量用第一号电的材料 哪些电路觉得可以不要的 就不要了 然后在我们这个信号 这方面的需要花的功夫 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有一个地方 很耗电的 什么地方呢 是那个方达 功率放大器 你们学过电子电路 是吧 功率放大器 比方说你要发射功率 是一瓦的话 那个耗电是多少 肯定比一瓦大 是吧 这有一个功率效率的问题 对吧 然后那个 于是呢 你就需要找这个功率效率高的放大器 学过这课的人 回忆一下 什么放大器的功率效率高 那个工作点 偏执是吧 什么记得什么 甲类 乙类 或者A类 B类 C类 对吧 对吧 就是说他那些地方 他为什么折腾这些事情呢 他的价值是 他跟那个甲类的比 他马上这个功率效率提升很多 对吧 提升很多的话呢 这个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很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那些功率效率高的放大器 往往非线性不好 就是放大器要想要追求良好的线性 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需要工作的一个线性区里头 是吧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对吧 那于是的话呢 我们在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就希望设计信号的时候 你给我设计一个不怕非线性放大的一个信号 什么样的信号不怕非线性放大的 这个幅度是一个恒定的 这样子最不怕 幅度有起伏的 比方说是 比方包落是这种的怕 包落是这种的 比方调频信号 这个不怕 是吧 所以这个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 因此的话呢 这个事情呢 在传统上用的比较多 最早的移动通信呢 用的都是模拟调制 就是说他用的那个调制方式呢 是调频 你们那个第四章 学要那些调制方式 你们知道都用在哪吗 包落调制IM用在哪 收音机 是吧 FM收音机 还有第一代的模拟的 模拟制的这个移动通信 还有对讲机 SSB用在哪 以前有一种电台 叫单边带电台 听说过吗 以前那个 以前有一些 那个什么 以前的特务 知道都在干嘛吗 是吧 他们不都是发那个电报 是吧 他除了发电报 有些电台呢 他也能说通话 那个呢 是用SSB 是吧 他为什么用那个呢 单边带的好处是什么 省了一半带宽 对吧 坏处是什么 他的发送接收 显然复杂嘛 是吧 因此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些设计的原则 设计收音机的这边 他肯定希望收音机 越简单越好 对吧 说终端越便宜 这个用户越多 然后但是 作为这种专业电台来说 他就不在乎这个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呢 他就会在乎带宽 然后呢 SSB最重要的一个用处呢 是用在评分复用上 这个需要是吧 就比如说 我从北京到上海 我买了一根电缆 我要打电话 你说这根电缆 让一个人去打电话 这太浪费了 对吧 然后呢 我就希望是 这上头同时传很多路 然后呢 我就用SSB 然后在相同的条件下 我就可以装更多的东西过去 是吧 这是它的价值 VSB用在哪 电视 电视 是吧 为什么用VSB不用SSB 它不能用 因为低频太多 对吧 这是它 DSB用在哪 用在通信员里刻上 这是它唯一的用处 在实际当中是没有一个 基本上主流的设备里头 没有用DSB的 为什么没有用呢 因为每一种情境 它都有一个特殊的理由 选上别的 但是呢 在教材里头有什么呢 因为它的 在理动体系上的这个基础性 其他一切都可以都认为 跟它变来的 是吧 是这么一个事情的 然后在这数字调制里头 你看我们从第六章开始 OOCAD一直取到最后 要学一堆的 这些调制方式呢 也是各有各的用途的 我们现在OOCAD呢 是用的比较少 但也有用的了 它尤其在像这样一种情况 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 买一个传感器 比方这楼里头 我买一个传感器 我怕这楼塌嘛 隔一段时间 有什么情况 它发一个信号出来 这个传感器埋进去之后 这个你没法给它换电池 对吧 你肯定希望靠着 它那些电量工作的时间 越长越好 然后 针对它的这种应用 你发现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那个信源不等该 有情况的事情 肯定是极小概率的事情 是吧 这个时候OOCAD的优势就会发挥出来了 你在1的时候它才发 0的时候它根本不发 是吧 它就很省能量了 你FSCAD无论10你都得传吧 对吧 在那些情况会用这个了 FSCAD呢 我就刚才说早期的移动通信 再用这个 然后后来的话 GSM呢 沿着这个路走 又提出这个GMSCAD 是吧 用这些了 再到后来这个调制方式 就开始大规模的变形了 因为早期的这些方式呢 传输的速率太低了 然后就有你们课本后面学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了 这个你们就慢慢学啊 接下来呢 我就送着这个课本下来呢 我讲这个事情呢 BPSCAD 也叫2PSCAD 这个呢 我也不多讲 就是我先把基本的思想一讲 然后呢 细节的东西 你们回头再去看吧 按我的意思来说的话呢 这事呢 你都根本不应学 为什么不应学呢 我说如果我们发送一个正GT 乘cosOmegaCT 负GT 乘cosOmegaCT 假设我说我发送了这么一个东西的 然后那这事也没什么新鲜的 是吧 这就跟那个发送这种情况 我们第五章讲过双极性的这个事情 是吧 这个跟这个其实没什么差点 只不过是把这个基带的这个东西呢 变成了一个带通的这个东西 是吧 剩下都一样 于是不用我讲 我甚至都可以直接考试 让你说画它的框图 是吧 发送框图 接收框图 物码绿 你直接可以做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功率谱 功率谱的话呢 其实这些功率谱 我们课本上呢 有些推导的比较啰嗦的 其实这个数字调制的功率谱 很简单 它就是把那个数字基带信号的 屏谱给搬上去 就这么简单 是吧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呢 它跟前头这个东西的不一样的地方呢 它是什么呢 它的物码率公式是这样的的 然后那个物码率公式是这样的的 这个地方差一个两倍的系数 哪个的物码率小 那边的小 对吧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专业里头 我们的说法是什么呢 我说这个比这个好3dB 就意思是在物码率相等的情况下 我需要的那个资编量差一倍 一倍就是3dB嘛 对吧 就是说我们说 这个呢 要比那个好3dB 既然好3dB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一个东西 这个有人做过研究啊 说这个蜂窝系统里头 比方说你的手机 如果有一个技术 使你的那个需要的这个 EB比例或者新造比 少一个dB的话 这个手机的这个蜂窝系统的容量 就能提高20%的 既然这样的话呢 从用银商那个角度来说 这就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东西 是吧 所以我们肯定想了说 能不能把它用进来了 是吧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这个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调制方式的 但早期的移动通信呢 它因为说这个 它的解条呢 必须要相干解条 它没法做非相干解条 就是说我们上节课呢 我画的那个框图 OOCAD或者FSCAD 那个框图是相干解条 你接收段要成那个载波 是吧 但是OOCAD和那个FSCAD呢 它有非相干解条的方式吧 只不过那个方式呢 我们在本课里头呢 不作为重点要求的 这个BPSCAD它一定是要相干解条 就说它 它的接收端 它肯定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GT是巨型脉冲 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GT是别的脉冲 这要再乘一个 或者 或者这样 就是说我这个接收框图呢 我可以画出很多样子 它们都是等价的 都一样 然后这个MF呢 是匹配滤波器 这个匹配滤波器 是对这个GT匹配 我要是不管因果性的话呢 我就这么写了 如果我要管因果性 前头加一个T0 对吧 它推过去的 然后关于这个因果性呢 就是说是这样的 在本课里头 如果要是你觉得那个因果性 这个事情比较方便的话 你就按因果来做了 是吧 比如说我要给你一个 这样的一个滤波器 我让你画匹配滤波器 肯定把它倒过来 这么的 是吧 但是如果要是这个因果性 比较麻烦 我们就算了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它是富无穷 到正无穷的是吧 然后呢 我们就不管它了 不管它的意思 不是说我在实现的时候 要违背这个物理上的因果律 而说我实现的时候 是一个近似实现 我要把它延迟以后实现 是吧 是指这个意思 这个是叫BPS卡 为什么是BPS卡呢 是因为这个负的这个东西 是因为这个负的这个东西 负的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于是我们就认为呢 这实际上是 这个载波的相位 在零和派之间变化 是吧 B是binary 对吧 这个P是相位 它这个叫BPS卡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调制方式 关于它的功率谱呢 就是基带的东西搬上去 是吧 如果要是矩形脉冲的话呢 我画几个功率谱啊 这是什么东西呢 在功率谱 这是on-off key的 O-O开的 对吧 它有一个冲击 这个呢 RFS卡 它有两个频率 对吧 这个呢 就是BPS卡 它没有这个冲击 实际上这个冲击 占了一半的能量 所以才造成 这个地方 差这么一倍的系数的 是吧 这是它的这个原因的 所以这是这个 然后再说到这个GT GT在我们的课本里头 很多的地方呢 是与矩形脉冲 为这个例子的 在实际应用当中呢 这个脉冲的选择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 矩形脉冲 另一个是什么 声音悬拱架脉冲的 就是我什么时候 要用声音悬脉冲 什么时候 用矩形脉冲 现在比方说 给你一个任务 假设你现在工作在 美国的空气动力实验室 知道这个实验室吗 这是全世界很有名的 实验室之一 它的通信搞得非常的牛 为什么 因为它整天 它在干什么活呢 这个实验室你在想 什么火星探测器啊 什么美国人不是发了很多这样的探测器吗 是吧 那些探测器它不得通信吗 是吧 那些通信它可以大把大把的花钱 它可以用最好的技术的 是吧 假设你在那工作 你要给这个火星探测器 设计一个BPSCAT调制 你现在需要选择 我说这个脉冲 用矩形脉冲 还是声音悬脉冲 你会怎么选择 或者你愿意怎么选择 就是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你肯定要选择矩形脉冲 因为你没有选择声音悬脉冲的理由 是吧 现在假设你是一个在摩托罗拉 你在给这个一个某个移动通信系统 设计这个同样的东西 也是BPSCAT传输 你要用矩形脉冲 还是声音悬脉冲 声音悬 为什么 什么东西太贵 矩形脉冲是最便宜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开关 一打上去就是矩形了 对吧 你看你们的数字逻辑电路里头 天然的那个波形都是矩形脉冲的 他为什么要选择声音悬呢 因为他没有理由选择矩形啊 为什么不能选择矩形呢 因为平谱的 矩形脉冲的平谱 它不有很多旁败吗 是吧 民用通信的平谱是非常值钱的的 旁边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在船 旁边就是他 你不能干扰他 所以你的平谱必须要现代 现代的话呢 又不能弄出马尖创耳来 是吧 你要被迫采用这个声音悬 这个 然后你给那个什么 火星上通信的时候 你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你如果发现谁跟谁 有这个平谱的冲突 政府马上下令你搬走的 就这么简单 好 下课啊 谢谢大家